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异夏之少年,你快回头望》 那时你若是问袁金夏有什么愿望,他必定会答 让陆毅变成傻瓜 那样这世间就没有他妈妈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了 幼儿园时候,明明袁金夏还和陆毅一般水平 不知为何,一到小学,袁金夏就像被驴踢了脑袋似的 死不开窍,反观陆毅,不知是哪路神仙给他开了光 成绩突飞猛进 袁金夏也曾被老袁拎去对门讨教方法 回来时却直冲袁母摇头 不用讨教了,你闺女就是脑袋不灵光 家庭大战一触即发 什么叫我闺女,我一个人能生吗? 袁金夏置身室外,又溜去对门 陆爸爸为人和善,比起自家的冷脸小王爷 看到活蹦乱跳的金夏,心里自然万分欢喜 忙放他进来,往他兜里塞几把糖果 才让他去房间找陆毅 推开房门,小男孩挺直了被坐在书桌前 一笔一画地写着语文老师布置的新作业 拿笔的姿势和坐姿,简直可以收尽教材做榜样 陆毅的书桌靠着窗户,黄昏的余灰洒在他身上 在他周身环成暖橙色的光圈 袁金夏掏出一颗糖果,放到他的作业本上 陆毅才舍得抬起头来看他一眼,又慢悠悠地开口 我不吃,爸爸说我的牙齿里有个小虫子 不能给他糖吃,不然他会越长越大 袁金夏忙拿回糖果收回兜里 他知道陆毅从小就怕虫子 陆毅有些不舍地看了看袁金夏塞满糖果已经鼓起来的口袋 咽了咽口水,才一开目光 原父原母吃过晚饭,雷打不动地守在电视机前看白娘子传奇 袁金夏背着小书包,郑重地朝父母打了个招呼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去陆毅哥哥家里写作业了 答应的那声,好,也不知道是对白娘子说的,还是对袁金夏说的 陆爸爸接过他的小书包,放在沙发上 从书架上拿出七仙女的碟片放进DVD里开始播放 坐在小沙发上的陆毅撇了撇嘴 爸爸,我想看黑猫警长 陆爸爸充耳不闻,将橘子包好 一个一个送到专心看仙女的袁金夏嘴里 陆毅斯文,招小女生喜欢,招小男生讨厌 放学路上,几个小男生抢过陆毅的成绩单扔进了水里 陆毅打不过他们,处在旁边 小脸胀的通红 袁金夏侠女上身,抄起书包就和他们一顿恶斗 几个男生被他挠得哇哇直叫,一溜烟跑了 陆毅捡起被袁金夏当作武器的书包 回过头来,却见不着他人影,往水里看 一个小脑袋在水里浮动 时而水面上,时而水面下 袁金夏喝了好几口水,扑腾半天 我,不会游泳,陆毅赶紧趴在地上 将身子探出去,伸手捞他 鼻青脸肿的袁金夏,湿漉漉地回到家时 袁母吓得把锅一扔 啊老袁,谁鬼? 妈,是 陆爸爸从对门过来,还带了许多零食 将袁金夏的英勇事迹说给袁家父母听 老袁甚是骄傲地看了看袁金夏 陆爸爸又从口袋中拿出陆毅被禁尸的成绩单 模模糊糊能看清上边用红笔写着语文93 数学100,随后又开口说道 小夏,这东西不重要,以后你要学会保护自己 袁金夏郑重地点了点头 轻手轻脚地向房间走去 却被母亲温柔地换回 你的成绩单呢? 不情愿地拿出成绩单才在桌上 对比陆毅的成绩单 他的成绩单更加干净整洁 红笔披注更加显眼 语文39,数学时 袁金夏就是这么恨上陆毅的 说是恨吧,也谈不上 顶多就是到值日那天 把所有事情都推给陆毅做 袁金夏则在黑板底下画他的杰作 总之,陆毅擦了他就画 画完陆毅又来擦 报应来得也快 美术课的老师特别严厉 袁金夏好死不死地 把水彩笔忘在了家里 让我看看,今天谁没带水彩笔 他来了他来了 他迈着魔鬼的步伐向讲台下走来了 两米,一米,半米 陆毅,你的水彩笔呢? 陆毅乖乖站起来 老师,我忘在家里了,对不起 袁金夏手里,抓着陆毅刚递过来的水彩笔 心一横,不管了 不能拖累陆毅 我不能做坏孩子 拍桌玉起 没事,下次别忘了 声音温柔的都快出水了 袁金夏维持着半蹲半战的姿势 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你有事吗,袁金夏 坐没坐相,站没站相 你看看人家陆毅 袁金夏嘴一撇 真是多此一举,哪里会有老师不喜欢陆毅呢 水灵灵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 白皙的小脸大,成绩还那么好 没事,我,我要上厕所 继续撇嘴 事多得很,快去 袁金夏将刻意挪开的桌子挪了回去 又光明正大的,从陆毅那里拿了杯子喝了口水 还是不吵架好,省得我带杯子了 金夏,你愿意和我说话了吗 陆毅替他盖上盖子 嗯,现在可以了 那你以后不要把成绩单拿到我家去好不好 嗯嗯,陆毅猛地点点头 陆毅不愿意透露有什么用呢 他们两个还小 不知道什么叫做父母之间的较量 伊尔他爸,这次伊尔考几分啊 你是不知道 上次我家金夏被打了一顿之后啊 成绩那时突飞猛进 这次拿了班上十五名呢 上次还是倒数第二,进步挺大吧 元妇脖子扬得老高 但这样不但很丑,而且还是比陆挺矮 哎呀呀,金夏怎么这么棒,进步这么大 陆婷手里的垃圾还没来得及扔出去 放在地上,从兜里掏出这次的成绩单 眯起眼拿远了桥上了一眼 哎,这距离刚好就伸到了元妇面前 哎呀,我家这成绩就是太平淡了 一点看头没的,又是第一 第二名和他差了十几分呢 元妇将硬笑笑 提起手里刚买的大白菜,转身进屋 顺便踢了一脚垃圾桶 陆婷的行为就得陆毅买单 父亲的行为就是要上生儿子 元金夏持续好几天不理他了 放学也不等他,和杨月一蹦一跳走远了 陆毅很是懊恼 他现在怎么记得带谁彩笔了 要不,我把他的扔了 陆毅小奶狗的情况到了四年级 突然就反转了 你问我为什么,因为他越长越帅了 而木头元金夏居然情窦初开了 对谁? 你说对谁 难不成是比他更木头的杨月 还是那个一顿吃午晚饭考试 只考五分的谢霄 当然是陆毅 这要从一个微风寻寻的下午说起 陆婷答应陆毅 只要陆毅期末考试能考第一 就给他买辆自行车 元金夏觉得这样可行 便自觉向自己父母提了这个要求 当然了 第一不想 前十就行 很遗憾 自行车表示很遗憾 他错过了元金夏这么好的主人 陆毅 你觉得对他来说从班级第二考到班级第一能有多难 元金夏眼巴巴的乔卓 陆毅在小区下的小径学自行车 陆毅抬头看见他趴在窗台无精打采 鸣鸣鸣嘴唇向他招招手 我学会了 我带你去玩 元金夏小鸡卓米式地点着头 开心地蹦上他的后座 所以我说什么来着 不要随便就上一个男生自行车的后座 那么美好的下午 阳光威风正正好 连带卓陆毅被风吹起的墨绿色衣角都那么动人 2005年最火的是什么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那是2001年吧 当然是仙剑奇侠传 作为沉迷于爱情故事无法自拔的元金夏 在这个下午成功晋升为少女 怀春的少女 元金夏的日记本粉色的哦 2001年7月1日 呜呜呜 我今天挨打了 因为我考了倒数第二 还好 谢媛媛比我考得还差 哼 陆毅太过分了 好吧 她没有很过分 那我还是决定绝交一个礼拜 2005年10月28日 我觉得陆毅越来越像逍遥哥哥了 我要做她的铃 以后我一定对她好 她今天下午带我骑车了 她穿了我最喜欢的那个外套 墨绿色的 香香的 陆毅的日记本 天蓝色 2001年7月1日 今天 我的成绩单被抢了 元金夏落水了 因为我 元金夏挨打了 因为她倒数第二 元金夏肯定又不理我了 爸爸真坏 2005年10月28日 元金夏说 我的衣服香香的 爸爸拿叔父家给我洗的 我学了一下午的自行车 这样以后 我就能在元金夏上下学 她就不会坐大洋的车子了吧 四年级的暑假 元金夏 元金夏见到了 陆毅的妈妈 特别好看 端庄 穿的衣服也好看 嘴巴上还涂了淡淡的口红 她妈妈去她家的时候 元妈妈摸摸蹭蹭半天 才从房间出来 脸上白的和脖子 不是一个色 嘴巴上还涂着厚厚的唇膏 呵呵 元大姐 在里面吃猪蹄呢 陆妈妈打招呼说道 元爸爸倾笑出声 元妈妈一个眼神 她被刮了两刀 这是小金夏吧 叶儿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还提到过你呢 元金夏心里乐开了花 眼睛都快眯到消失 元妈妈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呆站在一旁的妇女俩 继续高扬着脖子 仿佛她是 全世界最尊贵的公主 元大姐 借一步说话 陆妈妈突然地自降气场 反而让趾高气扬的元妈妈 不知所措 元金夏看见两个妈妈 红着眼睛从房间里出来 手牵着手 哪里还有刚刚的针锋相对 而 元妈妈单方面的针锋相对 从那天起 元金夏再也没有见过陆毅的妈妈 那个烫着最时髦的波浪卷的女人 从此消失在了元金夏的世界 也消失在了陆毅的世界 陆婷在医院的工作更加忙碌 陆毅更加沉默寡言 从此 元金夏的小书包里总是带着两份早餐 陆毅 今天吃油条 陆毅 今天是小笼包 那 我妈给做的三明治 陆毅 今天只有烧卖 今天是鸡蛋饼 你喜欢吃生菜对吧 那你吃这个有生菜的 我妈给了我五块钱 你吃什么 我给你买 元金夏手里 窜着一张紫色的毛爷爷 随便 喝点豆浆就行 陆毅不该说这话的 元金夏每天都给他送豆浆 他喝豆浆 足足喝了两个月 那种一块钱一杯的 吃不饱而且难喝 剩下的钱 元金夏从小就喜欢吃辣条 再怎么喜欢陆毅 也抵不过辣条在他心里的地位 又是风和日丽的一天下午 陆毅并不知道 谢霄到底哪里惹火了元金夏 两个人扭打在一起 你别看谢霄圆滚滚的 实际上那是虚胖 没什么力气 被元金夏一顿猛揍 就哭天喊地叫爹叫娘 同情谢霄的同时 陆毅也被元金夏惊叨 他追杀谢霄 追到了南厕所 陆毅放下手里的作业 把元金夏从厕所揪了出来 你孩子会长真眼 元金夏还想进去 陆毅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死死拽住他 不出意料的元金夏被罚了 你们两个 抄写自己的名字 一百遍 谢霄就是受不住欺负 脸上因为元金夏的九阴白骨爪 而伤痕累累 心里委屈得不行 眼泪刷刷往下掉 我 我的名字 呜呜呜 好长 空荡荡的教室里 就剩他们两个人 元金夏望着窗外 又看看陆毅空空的座位 呜呜呜 我的名字 更长 呜呜呜 元金夏扑朔着眼睛 眼泪打湿了桌上的作业本 今天罕见的 陆毅和元金夏走着去上学 陆毅的自行车坏了 陆婷说 有时间给他买新的 陆婷没有时间 于是 朝阳小区四人组开始了长达一个学期的徒步上学 杨月和谢霄在后面打打闹闹 元金夏走得慢吞吞 不是摘花就是踏草 总之就是不能好好走路 陆毅不慎奈烦地走走停停 你快一点 我们不能再迟到了 元金夏摘过一朵王奶奶加重的月季花 插进陆毅书包旁边暗格 听他的话 加快了脚步 听到身后惨叫 杨月和谢霄愣在原地 不敢动弹 元金夏折回去 马路中央躺着一条花花的蛇 身姿妖娆得很 元金夏激进要晕倒 他最怕蛇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莫过于你俩在蛇后边 我和陆毅在蛇前边 顾不上他俩 元金夏向前急奔 拉起陆毅的手 向前跑着 快跑快跑 有蛇有蛇 月季花的花瓣被颠落 一片又一片 元金夏最怕的就是换座位 他和陆毅同桌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从来没变过 他只想和陆毅坐一起 杨月和谢霄 基本没干过好事 起码是对元金夏 对陆毅 他们两个世纪讨厌又崇拜 放学的路上 有一所空的房子 被废弃了很久 朝阳小区二纯 决定进去一探究竟 元金夏不服气 也要跟着去 陆毅不予理睬 背着自己的小书包朝家走去 他刻意放缓了脚步 又听到熟悉的哀嚎声 陆毅 陆毅 鬼啊 眼见着杨月和谢霄 飞快地跑出来 却怎么也没看见 那个小小身影 元金夏被陆毅拽住手腕 从那所房子里出来的时候 眼睛都哭红了 陆毅牵着他 急步走出了老房子 他们吓我 换成元金夏 拽住陆毅的书包袋 不放手 谁让你和他们玩 陆毅气鼓鼓地甩开他的手 到了六年级 元金夏危机感愈发得强烈 他常常看见陆毅的抽屉里 塞满各种零食和花花的兴致 他发誓要做到 比那些送情书的女孩子 更加温柔体贴 于是陆毅桌上 每天都有一瓶香飘飘 元金夏 我不想喝香飘飘了 陆毅看到香飘飘都要吐了 那 优乐没 陆毅索性把桌肚里所有零食 都塞进元金夏书包里 好让他消停几天 别人送他的东西 我能要 有巧克力爱 那我就 要吧 小生初那天 元妈妈带着元金夏 忙前忙后报名 元爸爸带着陆毅 忙前忙后的报名 分班结果出来的时候 元金夏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天 不吃不喝 眼睛肿得像个核桃 陆毅706般 元金夏701般 六般数字极力 也是尖子般 陆毅戴上了眼镜 元金夏觉得他更好看了 不然怎么会一下课 就那么多女生围着他 元金夏正眼巴巴趴在六般窗口 缠人家的颜值的时候 几声轻笑从身后传来 还没弄清楚状况 陆毅脱下外套围在他腰上 去请假 我肚子疼 元金夏有些猛 我骑车带你 后来 陆毅总是嘲笑他 没常识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2005 我以为我够乖 妈妈就会回来 难道是我坐得还不够吗 2006 我看到豆浆要吐了 元金夏和谢霄打架了 元金夏抄写完名字 和谢霄一起走了 我先在门后看到了 明明是我先等他的 2007 那些女生很烦 老是往我抽屉里放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留下了巧克力和辣条 我再也不想喝香飘飘和优乐美了 2008 我在六班 元金夏在一班 我不想吃饭了 元金夏来立架了 在爸爸的书房里 看到过这方面的书 他应该很疼 不在一个班 我要提醒他带杯子 关于他们 陆毅没有哭过 除了妈妈嫁人那天 陆毅其实是急性子 可元金夏慢 他可以等他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 陆毅都和老师说 我希望和元金夏坐同桌 我会辅导他 陆毅最喜欢月季花 一直都很喜欢 过去和将来 陆毅不喜欢喝豆浆 可他要省钱给他买辣条 陆毅怕鬼 可他知道元金夏更怕 元金夏怕蛇 可他最怕陆毅受伤 给陆毅买奶茶花光了元金夏的早餐前 陆毅推了推 靠在自己肩膀上的脑袋 元金夏到学校了 元金夏迷迷糊糊抬起头 瞥了一眼陆毅干净校服上 左肩处的一点水渍 瞧他没什么动静 想着他应是没有注意到 慢慢坐远了些 初中离家远了些 朝阳小区年纪相仿的孩子多 家长们商量着包了辆车 负责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孩子越多 司机挣得越多 元金夏都快被挤进陆毅怀里 吃什么 陆毅指着店铺里挂在墙上的菜单 没戴眼镜的他 卯足了劲 才看清被浓浓油烟遮住的字体 见着他烟头搭脑 皱着眉头 不太精神的样子 我今天不吃了 吃不下 走吧 熬夜果真不可取 我这胸口闷得慌 陆毅抿抿嘴 那待会上完早读你去食堂看看吧 元金夏点点头 扯住他的书包袋子 将他往外领 对于学校要求七点全部到校的要求 元金夏早已在心中咒骂多次 但那也没法 满腔愤怒化成浓烈的睡意 昏昏沉夜 真是个可怕的梦 他梦到班主任走近 敲了敲他的桌子 咚咚咚咚 这声音怪真实的呢 一只甚是可爱的小肥手 在他桌上敲了敲 睡眼惺忪的睁眼 在抬眸 世间最美不过 你低头我抬眸 跟我来办公室 迎接狂风暴雨般 唾沫星子的元金夏 看见陆毅进来送作业本时 把头埋得更低 脸上扫红烧到耳根 前几天早读 人家背书你唱歌 这几天早读 人家背书你睡觉 你说说 你顶着个脑袋干嘛来了 陆毅并不看他 放下收来的作业 静止走出门 元金夏能闻见他路过他时 校服上淡淡的香味 班主任滋滋不倦的教诲 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 没吃早餐的元金夏飘飘然 快要倒地时 旧熟班的声音响起 回去上课吧 下次再这样叫家长 听到没 很是乖巧地点点头 大大的眼睛 发出真诚的光芒 路过六班时 路易余光只瞥见一个 飞快的身影跑过 小夕 你给我买的包子 看见桌子上 安安静静躺着的一袋包子 眼睛放出恶狼般的光 看看手表 离八点半上课只剩十分钟 想去食堂都来不及 不是 我从食堂回来 就在你桌上了 你问问杨月吧 元金夏点点头 顾不上那么多狼吞虎咽 难得今早他没有睡觉 却有些神圣叨叨 你在干嘛 路易转过头 看着他手中紧握的雾石 元金夏将手伸到他眼前 车子一颠一顿 他差一点没有拿稳手中那小小荷包 上边秀着小小的平安两字 这两天月考 我害怕 这是我爷爷从老家那边的庙里给我求的 说是保平安呢 路易一个小小的白眼 又将脸转回去了 看着外边飞奔而过的风景 阴阴沉沉 路易 给我水 瞧见他垂着自己胸口 想必是噎着了 从书包中拿出杯子递过去 没人跟你抢 就他那吃相 好似这是他吃的最后一餐饭 元金夏黑黑地笑着 噎得狠了 胸口直疼 从六班去厕所 必须经过一班 路易看到他被罚战时 也见怪不怪 班主任站在他面前 脸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这两天考试 我专门把碗自习调出来 给你们自习 你倒好 用来写情书 几张花花绿绿的纸 从班主任手中洒出 飘到地上 路易微微抬眼 下意识咬了咬牙关 偏过头不去看那边 下巴扬出凌冽的弧度 少年些许青涩的脸上 已经棱角分明 路易性格从小到大没甚变化 眼睛夏也不是第一天才认识他 可是这两天 他太奇怪了 不给肩膀铐 也不给他买早餐 下车也不等他 袁金夏觉得委屈得很 哎 你说 是不是因为我那天 吃了他两个烧麦 袁金夏戳戳身旁的杨月 下巴向前仰着 示意杨月 看走在他俩前面的路易 杨月啃着手里的饼 并不抬头 人家就三个烧麦 你给吃了俩 换我我也生气 袁金夏撇撇嘴 那么多女生给他送零食 还怕饿着他吗 路易进去一班时 他还在睡觉 轻轻将昨晚落在他家的眼镜 放在桌上 没错 袁同学成绩虽然不咋地 但是文化人该有的他都有 至于原因 可能因为暑假出的电视剧 放羊的星星过于好看 每天晚上借着去路易家复习功课为由 霸占他家新买的夜经电视 你准备什么时候和老师说啊 上次袁金夏帮你抄情书 被老师批得那么狠 路易转过头看了看那个女生 不动声色记住了书本上的名字 纯于敏 我明明没有说啊 老师怎么就知道了呢 袁金夏挠着乱糟糟的头发 抢过杨月还没拆封的面包 路易习惯性推推他的脑袋 袁金夏醒过来发现 路易脸色相比前几天 缓和了不少 带他去吃早餐时 袁金夏热泪盈眶 路易 我以后再也不吃你的烧卖了 你不生气了吧 难得见他露出笑容 袁金夏差点没腻死在他的浅浅笑容里 这手里的饼突然就不香了 他的脸才香 再看看旁边狼吞虎咽葱油饼的谢香 袁金夏摇摇头 爱 果然 人处有别 袁金夏正小心翼翼 准备伸手药水 毕竟拿不准他是否还在生气 路易已经递过杯子 你能不能吃慢点 老师噎着 袁金夏双甲鼓鼓笑着 和松鼠如出一辙 腾出一只手 垂垂胸口 确实该吃慢点 11月份 秋高气爽 确实是举办运动会的好时间 路易跑完400米 袁金夏屁颠屁颠跑过去送水 却发现他身边围了不少人 当然 女生居多 袁金夏白眼快翻到天上去 打开保温杯盖 准备一饮而尽 给他喝干嘛 给他送水的人多了去了 还没送到嘴边 杯子被人一把抢过 我不想喝凉水 享受着四面八方传来的羡慕极度恨 袁金夏不自觉挺直了腰 还没享受几秒钟 广播里体育老师的土味普通话传来 701班 袁金夏速到女子400米跑到千道 准备比赛 撒开鸭子就跑 路易拿着保温杯笑笑 起码这个时候能为班级争点光 教室离操场挺远 路易拿着倒满温水的保温杯赶到操场时 却没在跑道上看到袁金夏的影子 几个老师一脸慌张 那个701班的女孩子怎么样了 其中一个裁判对着手机问着 神色焦急 路易走近 刚到医院 医生正给他做CPR 保温杯应声落地 从小卖不出来的杨月和谢霄 看见金黄阳光下奔跑的少年 他连运动服都没来得及换下 袁金夏第一次看见路易这样狼狈的样子 手肘和膝盖磨破了些皮 丝丝血迹 纯白运动服上蒙了些灰尘 头发被汗水浸湿 贴在额头 路易 我疼 袁金夏垂垂自己胸口 黄昏的阳光是橙黄色的 透过医院的百叶窗 洒进小小的病房 光影照在路易脸上 深棕色的眼瞳微微光芒 将床上的小小人看进眼里 收尽心里 爸 周末有时间吗 怎么了 路婷抬起头瞧着他 我想去烫庙里 2008 我以后要注意点 不能把口水擦在路易身上 这两天老是胸口疼 以后吃饭要淑女一些 真丢人 路易肯定觉得我很丢人 以后上早读 再也不睡觉了 我知道 包子是路易买的 只有他知道我一顿 要吃六个包子 不然我吃不饱 路易很看不起我的平安福 哼 今天帮淳于写情书被发现了 要不是他夸我自好看 我才不帮忙 我还没给路易写过情书呢 淳于今天居然生气了 又不是我打的小报告 路易不理我了 就因为我吃了他两个烧卖 小气鬼 路易理我了 好开心 我以后不抢他的东西吃了 路易报名了四百米 我也要报名 2008 严金夏老是把口水擦我身上 严金夏最近老是噎着 吃相还是那么丑 严金夏今天又爱披了 因为早读睡觉 我给他买了六个包子 不然他吃不饱 严金夏居然那么迷信 神啊佛呀都不存在的 严金夏今天给人写情书了 可是我没收到啊 严金夏是给别人写的情书 那个淳于敏 敢做不敢当 我匿名举报了 严金夏生病了 爸说是心肌炎 周末我想去庙里 求个平安福 爸同意了 关于他们 路易解脾 车上挤 严金夏总会让路易坐最里边 靠着车门 自己坐在他旁边挡着别人 严金夏跟着班主任经过六班时 本来下午才交的作业 路易提前端过去了 严金夏最近在唱青花词 这是路易的MP3里 单曲循环的一首歌 路易买下了 全集的放羊的星星的光碟 严金夏的小荷包里 放着他爷爷给他求的平安符 还有路易的名字 路易比成绩重要 路易因为情书生气那几天 不和严金夏说话 其实他很孤独 路易是骑自行车去医院的 骑得太快 摔了很多次 路易拥有了自己的小荷包 里面装着为一个人求的平安符 路医生 你是从什么时候想当医生的呀 初一 我生性凉薄 可我把所有年少轻狂都留给了你 啊 今天又没有热牛奶啊 园金夏对着园妈妈抱怨道 嘴巴快翘上天 吃你的饭 不吃我给你爸吃了 园妈妈收拾着从家里带来的衣物 懒得搭理一住院 就万般挑食的园金夏 园爸爸站在一旁 垂涎着他碗里的鸡汤 那可是一百来块钱买来的上好乌鸡 他瞧着老婆喂了一晚上呢 园金夏感受到 父亲对自己粮食关爱的眼神 立马捧起饭碗乖乖喝汤 一大口接着一大口 妈 真好吃 嘻嘻嘻 园金夏知道自己妈妈最惊不住夸 使劲讨好 咚咚咚 园爸爸甜甜嘴唇走去开门 路易 你来了 一进门就见他满嘴油花 牙齿上几颗葱花 嘴巴快脸上天 几天没下床的他 就连头发都油到发亮 他的头 简直可以媲美太阳公公 路易恭恭敬敬 和原爸 原妈打过招呼 安静坐在一旁 拿出书本 认真复习着 今天老师讲的重点知识 一儿 喝点汤来 原妈妈从保温筒中 拿出另一个盒子 那是路易的专属饭盒 路易摇摇头 谢谢阿姨 叔叔今天下午给我送过饭了 我还不饿 原爸爸露出欣慰笑容 瞧向自家老婆 脸上写着 快夸我三个大字 原今夏 从他拿出书本的那一刻起 就全身心在抗拒 哎呦 我 我头晕 路易悄悄他的脑壳 继续讲课 哎呦 我想上厕所 路易扶他到厕所 回来继续讲课 哎呦 我胸口疼 路易急急忙忙要去按铃 放下手中不满笔记的课本 差一点碰到桌上水杯 让他学点东西 着实不容易 原爸原妈眼见着 路易一天一天消瘦 心里心疼得紧 路易却总是摇摇头 说不碍事 今天是路易来送饭 叔叔阿姨去你外公家了 把饭做好了 让我送过来的 袁金夏点点头 又见他从书包里 掏出一大罐忘仔牛奶 将牛奶扔进他怀里 趁热喝 袁金夏自然是万分感动 心想 妈妈果然还是爱我的 路易背着书包回来的时候 袁金夏刚洗好澡出来 咦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回去了吗 自行车被偷了 搬车呢 没 没有了 睡在一张床上 着实有些拥挤 飘柔洗发水的香味 有一丝没一丝的钻入路易鼻尖 袁金夏扒拉着床檐 一动不敢动 脑子里全是电视剧里的天雷沟地火 袁金夏 路易背对着他 喊他名字 嗯 某人咬咬嘴唇 不要测着睡 哦 袁金夏觉得这学习越来越没劲 垂头丧气 叹气不止 往一旁看了看 认真给他批改作业的路易 不都是人吗 人生来不就是平等的吗 那为什么我做三十分钟都做不出来的数学题 他三分钟就给做出来了 回到学校时 杨岳和谢霄分别贡献了自己一个星期的早餐钱 给他送了一大箱零食 还没高兴半天 就被路易没收 垃圾食品 你不要吃 他倒是想反抗 可说这话的人是路易 他便随他去 期中考试放榜的时候 袁金夏本是拉着上关西 去看路易有没有被人夺走了第一的位置 看到自己名字时 差点倒地不起 路易 路易 六班女生纷纷侧目 看着这个长得很像包子的女孩 一声一声喊着自己班的班草 干嘛 他能出去同他说话 倒是让人惊奇 我 进了班级前十名 年级前八十 袁金夏小心翼翼地说出这句话 一字一句 生怕他听漏了一个字 哦 好在袁金夏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 这要是换了别的女孩子 听到这一声哦 肯定伤心 倒是袁金夏 全当这是路易对他的肯定 一蹦一跳回了一般 袁金夏 你也太不讲义气了 怎么能留我一个人垫底呢 谢霄看着成绩单 抓耳挠腮 想着回去怎么说 才能让父亲打自己打得轻点 初二的暑假真是热到不行 袁金夏和尚关熙约着剪了短发 女生嘛 剪完就有些后悔 对着镜子左看右看 还是觉得长发时的自己好看 哎呀 这头发不长不短 可真是 尚关熙赞同的点点头 聊起烦人的碎发 眼看着尚关熙生日将近 杨月急得不行 资金倒是到位了 和家里人说要买资料 骗了二十几块 只是 他不知道尚关熙喜欢什么 想着 女生了解女生 就赶着去问袁金夏 这种事情 一定要对症下药 你想想 小夕家乡哪里的 北元大师指点迷津 杨月开了翘板 一股脑跑向了菜市场 等等 菜市场 你说什么 袁金夏不可置信地看着尚关熙 杨月那个呆子 我好好的生日 给我送三根葱 是什么鬼 又不是所有东北人 都喜欢吃葱 袁金夏无语至极 对着陆毅一阵吐槽 你说说他 这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木头 陆毅专心做着作业 并不作声 袁金夏知道他一向对这种事情不关心 背起书包 准备回家 等等 嗯 生日快乐 陆毅不情不愿从抽屉里 拿出小小礼品袋 要不是陆毅提起 他都忘记自己的生日 就在尚关熙的后一天 最近忙着给杨月出主意 都忘了自己 一个小小的发姑 黑色带些细细亮片 袁金夏很喜欢 刚好这不长不短的刘海 没法处理 实际上 陆毅送什么 他都会喜欢 袁金夏也没想到 自己会和陆毅 炒那么长时间的架 陆毅 我喜欢你 袁金夏鼓足了劲 才敢说出这句话 上关熙背着书包 站在教室外 都替他捏一把汗 小心翼翼地捧上一罐子 自己折了半个月的星星 陆毅漫悠悠收拾着书本 主要任务是学习 我不考虑这些 你不要这么无聊了 这些话 他也不是没听过 这么多年 听得可太多了 直接将星星塞进他书包 背起书包往外走 成功了 上关熙紧张兮兮 对旁边的大羊不管不顾 没 眼睛夏青猫淡血 又没啊 他是不是有喜欢的女孩子啊 上关熙这句话本 就是无心猜测 可袁金夏看到陆毅 和淳于敏 有说有笑 站在阳台上说话时 一万颗柠檬 在心中被榨成新鲜的汁 难得这么安静 陆毅反倒有些不习惯 坐车也不睡觉 早饭也自己去食堂吃 就连给自己送饭 也一声不吭 陆毅无解 可总得问个明白 陆毅走到一班门口时 全校罕见地停了一次店 借着微弱的烛光 陆毅瞧见蓝色外套的男生 搂着袁金夏 翩翩起舞 袁金夏学过舞蹈 这他知道 杨岳和谢霄 并不知道两个人哪里出了问题 瞧着二人冰冷的脸色 一句话也不敢多问 这几日 陆毅脸上挂了彩 袁金夏压抑着好奇和担忧 假装没看见 有的是人关心 用得着我吗 翼儿 为什么和同学打架 袁爸爸点燃一根烟 坐在小区底下石凳上 对不起叔叔 陆毅低着头 我没事 你该和你阿姨道个歉 也该给你班主任道个歉 还应该给你被你打伤的同学 道个歉 陆毅点点头 他确实没来由地冲动了些 可他们不该打吗 你看他哈哈哈哈 怎么胖得跟猪一样 专心致志看书的陆毅抬起头 看着同班几个 坐在最后一排的男生 指着过路的女生 指指点点 袁金夏红着脸 低着头跑过去 长期服药 确实对他有些影响 陆毅走上前 撞到某人肩膀 上厕所 陆毅 你故意的吧 青春期的男生 陆毅往后想起来 确实 冲动 是 冷冽的毛子中 多了些不屑和愤怒 你是不知道 当年806班班长陆毅打架 那可是今天的新闻 我到现在都记得 当时我们不是在冷战吗 我还让大洋去套你的话 不过他那个呆子 遇见希儿 就什么都忘了 是吗 我也是男生 打架不是很正常吗 因为你是陆毅啊 思思文文 冷冷淡淡的陆毅 怎么会打架呢 他笑笑不再说话 揉乱了他的头发 正因为我是陆毅啊 你这木头 2009 我和陆毅一起睡觉了 我好紧张 陆毅好像睡得很香 表白又被拒绝了 这个陆毅 他是真的不喜欢我啊 他说不考虑这些事 转身就和淳于敏说说笑笑 是什么意思 伪君子 我们担心来的那个蓝青玄 请我跳舞 我不太好意思拒绝 我以前都是和陆毅练习的 陆毅今天打架了 每次吵架都是我服软 这次我才不 我才不关心他为什么打架 2009 我都没睡着 袁金夏把我的手臂压抹了 他又向我表白了 可是我必须考上好高中好大学 才能留住他 我不太喜欢他们班的淳于敏 还非要找我搭讪 不过 他讲袁金夏的 糗事我倒是很喜欢听 很好玩 袁金夏今天和一个男生跳舞了 他从来都是和我跳的 叔叔说得对 我不该打架 可是我还是很生气 关于他们 陆毅热牛奶 被开水烫伤了 袁金夏住院的时候 陆毅最开心的是 下午骑着自行车赶去医院的时候 袁金夏也是 那段时间 陆毅做两份笔记 很累 那天还有最后一趟班车 陆毅半个身子悬在床外 他很紧张 袁金夏睡觉打呼 陆毅从来不觉得袁金夏胖 只觉得他像个包子 陆毅这辈子只打过这一次架 陆某人的小剧场 我买发菇 陆毅有些不好意思 什么样的 嗯 好看一点的 不要太夸张 女孩子喜欢的 陆毅紧紧抓着书包袋 这个怎么样 老板娘拿出一个粉色蝴蝶结的 不太好 那这个 老板娘又拿出一个蓝色 不太好 这个 摇头 那 这个 摇头 那天 陆毅唯一一次赶作业赶到夜深 因为他和老板娘纠缠了整整一个下午 陆毅生你打过架 我简直不敢相信 嗯 我打过架 袁金夏也不记得冷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反正肯定是自己先低的头 初中也不过匆匆两三年 一晃 又夏天 陆毅和袁金夏吃过晚饭 被迫消失 被袁妈妈一把拎出门 房间里有宝啊 一天到晚缩房里 出去走走赶紧的 一儿 你也走走去 别一天到晚看书 要劳一结合吗 陆毅沉默着听着他叽叽喳喳 无非就是 今天三班男生为了什么打架 五班女生为了什么大哭 陆毅 你这个成绩 一中美跑了吧 袁金夏咬着下唇 双手有些不安地背在身后 轻轻抠着自己的指甲 陆毅并不作声 保持着原来的步伐 一步一步向前迈着 袁金夏仔细瞧了瞧他的背影 这样看 他已经快比他高出半个头了 还是穿着他最爱的绿色系外套 一脚迎着风翻飞 和五年前 他骑着自行车的那个下午一样 干净美好 他意不意去地跟着他 和他一样 一步一步踩着他的影子 向前走着 袁金夏低着头 猝不及防撞上他的后背 袁金夏 他喊他 音调微微上扬 嗯 他抬起头 不去看脚底的影子 撞进少年潭水一样清明的毛子里 我可以帮你 陆毅盯着他 袁金夏眨眨眼 稍稍往后退了退 他还是不敢肆无忌惮地看他 你 要帮我 提高成绩吗 袁金夏 断断续续问出口 又怕自己多想 是 我们一起 去一中 袁妈妈起来上厕所的时候 袁金夏房间的灯还在亮着 她趴在桌上 有些轻轻的呼声 陆毅坐在一旁 认真批改着 他刚做完的数学试卷 一会红笔 一会黑笔 仔仔细细地为他做着注视 伴着袁金夏房间里 暖橘色的灯光 时间很快走到了六月 小夏 你最近总是发低烧 注意点 一定要给自己留够休息时间 陆婷取出体温计 皱皱眉 袁金夏乖巧点点头 心里却只想着他那句 我们一起 去一中 他想要和他一起 他想要跟上他的脚步 同学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监考官是个女老师 总是要比其他人细致一些 袁金夏摇摇头 拿笔的手有些抖 六月的教室没开风扇 他都不觉得热 只觉得四肢冰冰凉凉 陆毅早早地做完了试卷 时不时抬头 看着教室黑板上方的挂钟 抬头频率过高 引来几个监考老师的注意 时不时 在他周围打着转 看了看他的试卷 嗯 字迹工整 思路清晰 不像是想作弊的孩子 行了 同学们即刻停笔 还在作答的 一律按作弊处理 袁金夏走出教室的时候 陆毅就站在门口等他 手机捧着保温杯 你怎么样 阿姨说你发烧 接过水杯喝了口水 还好 总算是烤完了 你不知道 那个英语试卷 看得我眼花 病了快大半个暑假 袁金夏才提起了点精神 袁妈妈嫌弃归嫌弃 袁金夏一好 立刻塞了几百块钱给陆毅 一儿 你带小夏出去玩玩 就最近市里新开的那个游乐场 还挺火的 陆毅并不拒绝 天天闷在家里确实无聊 只是能在游乐场碰到蓝青悬 也是足够奇妙的缘分 袁金夏见着陆毅的脸色忽得转冷 以为他不喜欢热闹的地方 多嘴一句陆毅 你就在这坐着 我晚好回来找你 说着便用袖子 替他擦了擦亭子里的板凳 又往他手里塞了一个冰淇淋 陆毅看着他和蓝青悬说说笑笑走远 又低头看了一眼被咬过一口的冰淇淋 愤愤咬上一口 陆毅 帮我和金夏拍张照片呗 袁金夏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 期待地看着陆毅 任命般接过相机 咔嚓一声 蓝青悬往袁金夏靠了靠 人却被陆毅一把拽过 相逢即是袁 袁金夏 你也帮我们拍一个 袁金夏诧异之余 还是乖乖替他拍好照片 啊 你要和我们一起坐摩天轮 袁金夏一口汽水还没喝完 被陆毅吓到咽回去 嗯 控制住自己有些发软的双腿 走进狭隘的空间 半刻又拖着发软的双腿走下来 你没事吧 袁金夏忙打开保温杯 陆毅摇摇头将杯中水一饮而尽 此时 袁金夏站在熙熙攘攘的小吃街 有些慌张 他方向感不好 每次去人多的地方 总是喜欢紧紧跟着父母 或者拉住路易书包袋 真相浮平一般 无处可依 袁金夏呼的就从梦里惊醒 你怎么了 身旁人悠悠转醒 同他一起坐起来 轻轻拍打他的背 他紧紧捂着心口 没事 做了个梦 又梦到他了 没 梦到我走丢了 找不见他了 袁金夏眼眶微微泛红 身旁人紧紧拥住他 轻声安慰道 没事了 没事了 都过去了 下个月就要领证了 你开心点 袁金夏点点头 浅浅地睡过去 他能感受到身边人 搂住自己的臂膀 加重了力道 四处张望 他想喊路易 见着这么多人 又不敢喊出口 假期的最高峰 小吃街靠近游乐场 袁金夏简直是被人群 推着往前走 可是有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 袁金夏 是令人安心的声音 路易紧紧拉住他的手 往往回走 袁金夏确定 这是他最大胆的一次 他正开他 紧紧牵住了他的手 他有一瞬间的僵硬 拉紧了 路易反握住他小小的手 袁金夏收到二中的录取通知书 已经好几天了 也不出门 喊他吃饭他也不愿意 袁金夏 开门 是我 路易等了十几秒 他才肯开条小小的缝 路易能看见他哭肿的双眼 和乱糟糟的头发 你来干什么 不等他说完 路易直接推开门走进去 袁妈妈刚想走进 却被反锁在外 这俩熊孩子 袁金夏 你怎么了 路易就站在他面前 他每次看到都会雀跃的人 袁金夏抬起手擦擦眼泪 抑制住哭腔 路易 我 我不能和你一起去一中了 路易本是来安慰他 听到这句话 却如梗在喉 说不出话来 不在意中 那你愿不愿意 和我一起去同一个大学 袁金夏突然就觉得 没那么伤心了 你 你在邀请我吗 除了邀请这个词 他实在是想不出更好的动词 不愿意吗 路易定定地看着他 愿意愿意 袁金夏猛地点头 本就乱糟糟的头发 这下更加恐怖 路易笑着揉揉他 一头乱发 我一个星期没洗头 路易笑容将在脸上 毫不掩饰地皱起眉头 你每次都是这样 你就不能等等我吗 袁金夏情绪有些崩溃 撑坐在床边 眼睛通红 路易伸出手 却被他避开 今夏 我只是 想和你拥有更好的生活 可我只想拥有你 路易 我好累 我追不动了 我太累了 我们 分手吧 关于他们 袁金夏没想起来 那次冷战 其实是路易先和他说的话 路易觉得 学校里那些无聊的八卦 从他嘴里说出来 好像也没那么无聊 路易他做什么事都很匆忙 学习 工作 结婚 可他一次又一次停下来 等袁金夏 路易上二楼都恐高 蓝青玄和袁金夏的合照 被某人销毁了 蓝青玄被一中录取 可他选择了二中 后来 路易真的弄丢了他 路易声 有人给你 寄了一张请柬 什么 我和路易住一起 袁金夏经的饭碗 都拿不住 心里已经不是小路乱撞 是野猪乱撞 倒是路易淡然得很 加了几根白菜 往嘴里送 你妈担心你身体 又担心 逸儿吃不惯学校的饭菜 不愿意让你俩住校 刚好一周二中都在一条路上 隔得也不远 我和你妈呀 在你俩中间租了个房子 让你妈陪读 袁妈妈点点头 给路易碗里 加了几块排骨 毛子里 多了些袁金夏 都不曾见过的温柔 逸儿 吃点肉 别光吃菜 你看袁金夏 从来不吃青菜 袁金夏也不知道 这是夸奖 还是变相的讽刺 将筷子伸到盘中 夹起一筷子白菜 抖了又抖 在被他抖得 只剩一根白菜的时候 才满意地送进嘴里 一根菜也是菜嘛 谢谢阿姨 街坊邻居 不都夸他圆润吗 袁金夏突然就觉得 今晚的排骨 它怎么就不香了呢 袁金夏初中那几年 给路易送的饭 这几年 大概都要路易还回来了 阿姨 我吃好了 我去送饭了 袁妈妈手忙脚乱 往包里塞了两个橘子 笑眯眯地将饭盒交给路易 嘱咐他骑自行车要小心些 路易 你来了 袁金夏百米冲刺的速度 跑进门卫室 开心地连头发丝都在跳跃 路易将水杯和保温袋 一并交给他 你别跑 袁金夏黑黑地笑着 可把我给恶化了 你来得真快 所以 他是看见我开心 还是看到饭开心 路易心情还是好了几分 在他看见蓝清旋之前 路易 又见面了 路易看见他 走到袁金夏身后 玩笑似的拍了拍他的肩膀 袁金夏笑着躲了躲 路易 我和小蓝又是一个班哦 路易 明明嘴唇 眼神微微泛冷 知道了 我走了 袁金夏成绩不差 个子又矮 坐在第一排也不奇怪 倒也不用袁爸爸 格外去和班主任打什么交道 只是每逢佳节 他和袁金夏的班主任 总是要加倍亲 跟亲兄弟似的 哎呀 元旦快乐 我们家小夏就拜托穆老师了 客气客气 袁金夏看着须与尾仪的两人 无奈笑笑 比哭还难看 元旦节 一中元旦晚会 路易坐在观众席 丝毫提不起兴趣 也不知台上咿咿呀呀唱的些什么 一抹明亮的白色 在脑海中闪过 路易 路易想起昨晚 他小心翼翼地站在路易房间门口 喊了声他的名字 停下写字的手偏过头 影楼里很常见的礼服 白得有些黄眼 莫凶的设计 他的锁骨和白皙薄梗 让人一览无余 急怀的长度 让他若隐若现的脚踝 更加勾人 他不怎么穿裙子 很少很少 除了有几次路易过生日 他装无作养 穿起裙子半淑女之外 很好看 路易 你发什么呆 你看看我 我明天就要登台唱歌了 路易回过神 发现作业本被黑色水笔笔尖流出的墨汁 孕染了一大块 嗯 那你明天要不要来看 他将裙子向上提了提 班长给他租的裙子 大了些 内心倔强的 不想承认自己平凶 我们学校也有 路易继续动笔 不再抬头 哦 脱长了尾音 兴兴的回到自己房间 心里有些失落 他应该不喜欢凑这种热闹吧 你是我的命运 他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唱歌 有些紧张 唱完这一句时 他往台下扫了扫 昏暗灯光下 他看到一抹熟悉的墨绿色身影 他最喜欢的人 穿着他最喜欢的外套 站在忽明忽灭的灯光下 胸口微微起伏 眸中浅浅笑意 观众不明所以 淡淡伤感的歌曲 突然因为声音的上扬 而变得有些欢快 原来 他还是这场晚会的主持人 聚光灯下的他 自然是美的 如果忽略他身旁蓝色西装的 蓝青玄的话 原今夏熟练地 说着主持人的词 眼睛却始终看着陆毅 连眨眼的频率都减缓 生怕一个不注意 人就没了 我以为你不来了呢 原今夏下台第一件事 提起裙摆飞奔着跑过去 陆毅伸出手 怕他摔着 他撞在他的臂弯里 大大的眼睛 笑成一轮弯月 我又没说我不来 陆毅递过保温杯 唱得不错 原今夏总想着那时候的自己 真是没出息 就因为他一句称赞 他都能开心一整晚 陆毅发誓 他真不是故意的 也真没想到他这么大条 他咬咬牙 走到他房间拿起宝毯 扔到纸裹着浴巾 正在擦头发的某人身上 发间的水流过他的背脊 他的手臂 陆毅有些顺着锁骨 一直往下 躺入雪白玉巾遮挡下的柔软中 他倒是依旧挂着人畜无害的纯洁笑容 陆毅无语 这要是和别人合租 他也这样 一股无名火呼地 从心肩升起 无视他的笑容 转身走进浴室 准备洗漱睡觉 一日清晨 陆毅掀开被窝 好看得眉头皱起 不安地舔了舔嘴唇 陆毅 今天周日没课 他仅仅按住被子 一时间有些慌乱 非常慌乱 你进门能不能敲下门 出去 袁金夏被吼得突然 以为他起床气过于严重 撇撇嘴 退出他的房间 乖乖坐在桌旁等他出来 遮住一片泥泞 梦中以你场景挥之不去 高中课程确实紧些 唯一闲暇的周日 往往都被陆毅和袁金夏用来补笔记和作业 狗改不了吃时 袁金夏改不了不敲门这习惯 陆毅 我的作业做完了 袁金夏处在门口 也不进来 万分真诚地朝着陆毅眨眼 陆毅感觉自己的脸都快被他盯出个洞来 你要干嘛 嘿嘿嘿 袁金夏就等着他问这句话 自家母后大人正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里下加三千斤 陆毅走上前 袁金夏安分地跟在他身后 阿姨 我 我带他去图书馆了 头都不抬 陆毅说什么就是什么 若是袁金夏主动提出去图书馆 打死他也不信 去吧去吧 早点回来吃晚饭 去我包里拿点钱 回来的时候 去超市买带洗衣粉回来 陆毅瞟了瞟他手里的书本 花花绿绿的封面 玛丽苏至极的名字 以及一眼望过去各种烂俗的情节 你让我带你出来 就是来着 陆毅嫌弃地打量着小小店面 试图找出一些和学习有关的书籍 对啊 这家书店老板人可好了 在这看书他不会赶你走的 袁金夏沉迷于书中神仙爱情 无法自拔 其实也不算撒谎 陆毅和他确实去了一趟图书馆 借了几本好书 除了他那本藏在陆毅大一里的杂志 凭借着和妈妈十几年来斗智斗勇的经验 袁金夏在袁妈妈进来之前 将杂志推到了陆毅那边 被迫欣赏 杂志的某人来不及思索 那本花花绿绿的杂志便被收了去 看着杂志封面少女时代四个大字 袁妈妈心领神会地笑了笑 男孩子吗 喜欢这些不奇怪 那家书店离房子并不远 所以这条路上 每逢周日都能看到两个熟悉的身影 空手去 满手归 有时是他爱吃的鸭脖 有时是陆毅爱看的杂志 偶尔陆毅得些空闲 安心做作业 必定是因为他被同学约着出去玩了 寻得了新的乐子 也就不缠着陆毅当幌子 陪他去书店 陆毅的尖子办课程紧 偏偏过生日又不是在周日 匆匆忙忙的 袁妈妈做了一桌子好菜 就连近日忙碌的袁爸爸 都专门请了嫁过来陪他们吃饭 某个脸皮厚的 蛋糕刚一点上蜡烛 便迫不及待地许了个愿 袁妈妈一个暴力落在她头上 哎呀 我就是希望陆毅每天开开心心的 没许别的愿 袁金夏嘟嘟嘴 将蛋糕推到她跟前 陆毅 你许愿吧 陆毅摇摇头 吹灭了蜡烛 许多了就不灵了 陆毅手腕受伤 其实也在袁金夏意料之中 她见过她打篮球的模样 球场上的她没那么温文尔雅 冲撞在所难免 袁妈妈送饭过来的时候 跟她说起这事 本来是让她不要担心 结果她却更加担心 六月份的晚上开始燥热 等待的时间更加难熬 好不容易挨到了晚自习下课 她一溜烟就没了身影 小跑着回家 戴着眼镜清楚地瞧见 陆毅正端着缠着纱布的手 往家里走 陆毅 她抬起头 昏暗路灯下 她裹着光圈向自己跑过来 被她猝不及防 撞了个满怀 右手伸出 怕她触到了伤口 左手垂在身侧 一时间不知放在哪里才好 单薄的短袖 陆毅能感受到她起伏的胸膛 就连心跳的声音 都逐渐趋于同步 她每次都给她一个 接近撞倒的拥抱 每一次都同 那个六月的晚上一般热烈 关于他们 陆毅得知自己 要和袁金夏住一起时 差点没把饭碗捏碎 袁金夏发现 只要是陆毅送饭 就会多一罐旺仔牛奶 陆毅有一段时间 做梦很频繁 春梦 元旦晚会那天 陆毅请假 骑上自行车 飞奔去的二中 陆毅洗澡时 会先把袁金夏的衣服 小心裹好 扔进另一个桶里 至于为什么 可以理解为她害羞 陆毅其实喜欢 陪她去书店 一个人的周日 有些孤独 袁金夏许的愿 希望自己能离 陆毅近一点 再近一点 陆毅也许了愿 希望袁金夏能跟紧一点 更紧一点 蓝清旋 元旦晚会那天 和她并肩而立 可她只看向她眼底 其他人欢呼什么 她不关心 真巧 又碰到你了 蓝清旋 瞧着陆毅 从另一方向走过来 笑着打了声招呼 陆毅挑挑眉 看向低着头 在书包里 找东西的袁金夏 似乎并未察觉 某人写在脸上 再明显不过的不高兴 陆毅 你今晚怎么回来得这么晚 袁金夏递给蓝清旋一张纸 是分科一项书 写着极其认真的一个理字 算不上巧 我和金夏住一块 有他就有我 陆毅并不回答 袁金夏的问题 却回应了蓝清旋 其中意味在明显不过 蓝清旋笑笑 结果袁金夏的纸张 听说最近跑了一个杀人犯 我们学校门口都是警察 他一个人 回来我不太放心 袁金夏背好书包 往陆毅那边站了站 其实他倒是不怕这些 不过既然人家说了顺路 他也就没拒绝 陆毅若有所思 眼眸微转 谢谢 没什么事 我们先进去了 这话说的确是客气 可蓝清旋听来 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不用谢 应该的 金夏 你确定不改了 蓝清旋 瞧着一项书上那个礼 再次向他确认 不改了不改了 你就这么交给老师吧 哎哟 班长大人 您快走吧 省得你妈妈担心了 袁金夏做事 要去推他 却被被某人 扼住命运的驳梗 不是 被某人一把抓住书包 往家里走去 路易路易 我选了理科哦 袁金夏 往他跟前凑凑 像支桃赏的猫咪 嗯 路易勾勾嘴角 心里郁节稍稍缓解 哎呀 不用送我了 你明明就不顺路 袁金夏夺过自己的书包 他实在不喜欢麻烦别人 袁金夏 听到这声音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回过头 路易 这一喊 倒是吸引了不少目光 路易微微低头 不太习惯路人的注目 走吧 回家了 他将自行车掉过头 示意他坐上来 顺手将他书包 放进前面的小篮筐 蓝青玄瞧着他俩 渐行渐远 无奈摊手 这个路易 还真是不好对付 路易 你怎么来了呢 袁金夏胆大包天 想还住他的腰 可惜 他就那点狗胆 只能小心揪着他的衣角 许是年岁久远的马路坑坑洼洼 又或者是路易骑车不稳 一路颠簸得很 袁金夏心想 这还不如走路呢 哎你慢点 袁金夏差点没被垫下车 路易微微回过头 瞧了一眼一惊一乍的他 你报紧点不就行了 报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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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既然他都开口了 不报岂不是不给他面子 袁金夏甚是猥琐地笑着 双手迫不及待缓上他的腰 嘖嘖嘖 这小蛮腰 手感不错 别乱摸 哦 至于为什么 后来杀人犯被绳之以法 路易还坚持来接他放学 路易解释的是 虽然你长得安全 但也有些歹徒 积不择实 袁金夏坐在路易腿上 掐他的腰 我这么掐你你也不挠 他靠坐在床头 眼底些许细谑地看着他 我怎么记得当年 某人还叫我别乱摸呢 袁金夏朝他挑挑眉 两人倒是愈发地有夫妻相 他呼得直起腰 按住袁金夏肩膀 反科为主 将他压到身下 那个时候未成年 现在吗 嗯 袁金夏愁眉苦脸 路易看向他手中分科一项书 之前的理被改成了文 班主任说 我数学不好 学理不行 所以他和我妈商量着 给改了 袁金夏垂着眼睛 颤抖的睫毛 在眼底落下一片阴影 路易走进一步 沉默两久 抬起手拍拍他肩膀 没事 一切都以考上好大学为前提 路易说 没事就没事 袁金夏觉得 要是自己要死了 路易让他活过来他 就会活过来 谁让他是路易 袁爸爸下午就贴好了对联 瞧着对门 还是一片安静 皱起眉头 过年还这么安静 刚准备敲门 砰的一声 吓得袁爸爸一个机灵 怎么了怎么了 这是 袁妈妈急急忙忙解下围裙 跑进陆家的时候 陆婷正站在厨房里 不知所措 陆易站在一旁 要熟不熟的面条挂在他身上 痛苦地闭着眼 我让你别烧了 你不听 他只是进厨房拿个水果刀 并没有想到会赶上大爆炸 陆婷转过身来 脸被油烟熏得漆黑 眼珠滴溜转着 让人看不出他是医生 还是挖煤宫 行了行了 哎呦喂 别弄了 赶紧收拾收拾去我家 你看给孩子糟蹋的 袁妈妈走进陆易房间 拿出几件衣服 又走进卫生间 看着热水器摇摇头 走 一儿 上我家洗个澡 热水器也不开 大冬天的 你们爷俩怎么活的 陆易坐在袁金夏身旁 他好似一只刚出笼的野猪 往嘴里塞个不停 袁妈妈将红烧鱼 肉丸子 腊肉 鸡翅 全部往陆易这边推了推 多吃点叶 托陆易的福 袁金夏得以窥见自己母后大人 这么温柔的一面 袁爸爸和陆婷 瞧着摆在自己面前的白菜 卷心菜 胡萝卜和土豆叹了口气 大过年的 总不能和孩子争 谢谢你们对一儿百般照顾 我敬你们一杯 陆婷举起酒杯 朝袁爸 袁妈敬了杯酒 陆易拿着筷子的手 微微一致 叔叔 我不能要 袁金夏看看自家母后的脸色 推开陆婷递过来的红包 在三婉拒之后 袁妈妈无奈朝袁金夏点点头 既然母后大人点头了 陆婷的红包 稳稳当当落进了袁金夏的口袋中 来 给你的 陆婷将红包 塞进陆易口袋中 她并不作声 袁金夏用胳膊肘子戳了戳她 发什么呆啊 谢谢都不会说了 谢谢爸 陆易轻轻嗓子 憋出这句话 陆婷笑颜竹开 笑得眯起了眼睛 伴着熟悉的音乐声 难忘金箫 难忘金箫袁金夏 总算是熬过了十二点 手碎成功 伸个懒腰 准备回房睡觉 主妇准备回家的陆易 陆易 我跟你说 这个压碎钱 一定放在枕头下 知道吗 保你碎碎平安的 陆易点点头 她从口袋中 掏出带着些体温的红包 小心翼翼地塞进枕头底下 这是隔了多少年 才收到的红包 陆易记不得了 碎碎平安 她站在床边 投在墙上的影子 肩膀微微抖动 大颗大颗的眼泪 落到绿色的床单上 被染湿的那块 由浅绿变成深绿 高三的即将高考 高二的也即将会考 会考 谨遵培养全能人才的宗旨 文科生考理化生 理科生考正史地 正式考试 和高考一样 一般都是全市同考 但题目很简单 批改也特别宽松 走个形式而已 拿到C级以上二本以上高校 才会接受 六月的天 说变就变 刚还晴空万里 这一下子就下起倾盆大雨 前方人头涌动 袁金夏知道考场开放了 下这么大的雨 她寸步难行 你好 请问你能带我去考场吗 我忘记带伞了 嗲嗲的声音 听得袁金夏后背直发凉 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顺势好看的女生 往陆毅那边蹭着 身后还跟着几个起哄的女生 唧唧喳喳地吵着 陆毅和袁金夏被分到一个考点 她倒是忘了这茬 袁金夏心中又开始炸新鲜柠檬汁 跺跺脚 走上前去 同学 我也忘记带伞了 你能带我去考场吗 她眨巴眨巴眼睛 倒是真诚得很 撒娇谁不会 发点谁不会 装可怜谁不会 陆毅眉稍微微挑起 饶有趣味地看着袁金夏施展演技 不自觉往她那边挪了挪 走吧 别装了 我考场就在你楼上 陆毅似是无意地搂过袁金夏肩膀 撑开伞 走向雨中 留下几个美少女风中凌乱 袁金夏不知道是不是所有地方的高中 在高二升高三的那个暑假 都要补二十天的课 她撅着嘴抱怨 陆毅帮她解出一道数列题 拿着笔戳了戳她圆滚滚的脑袋 你看这题 你用错位相减不就行了吗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数列求和的七种方法一定要记熟了 高考数学题大题的第一题 不是这个 就是立题几何 分值很高的 陆毅从来话就不多 除了给袁金夏讲题 谁让她死不开窍 似懂非懂点点头 强撑着睡意 听着母亲有节奏的打呼声 困意更加上头 她只看见陆毅的嘴巴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一张一合 她还是没撑住 随着周公去了 还有这个几何题 你在这里加一条辅助线 陆毅放下错题集 看着熟睡的她叹了口气 踏着的肩膀 随着她的呼吸上下动着 台灯将她的影子投在桌上 长长的睫毛也时不时动动 嘴角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笑容 她应当做了个好梦吧 鬼使神拆 陆毅凑近她 触上了她的唇 圆金夏觉得这梦里的鸡腿口感甚好 软软的 伸出舌头甜了甜 细细 还有点甜 陆医生 我想吃棉花糖 你去给我买买 圆金夏摊在床上 用脚尖戳了戳陆毅的腰 为什么 软软的 多好吃啊 没你软 流氓 关于他们 圆金夏不喜欢麻烦别人 陆毅不是别人 陆毅车技很好 不管在路上还是床上 圆金夏深谙这一点是在很多年后了 所以某人就是想要别人搂着她罢了 圆妈妈进陆毅房间拿衣服的时候 发现陆毅床头摆着几瓶小星星 那是圆金夏送的 陆毅发现 陆毅病脚多了几根白头发 笑起来眼角皱纹也多了些 陆毅不信手碎 他是为了陪圆金夏 他想每年都陪她手碎 陆毅生这么着急 去哪儿啊 买棉花糖 高三压力大 挺多女生都瘦了不止一心半点 陆毅瞧着将自己 裹成肉包子一样的圆金夏 摇摇头 冬天衣服穿得这样多 愈发的肿了 陆毅 给你吃一口 他将刚烤好的红薯 伸到陆毅眼前 见他没有动作 就迫不及待地吃起来 陆毅看他吃得香 竟也有些馋 陆毅将手一伸 圆金夏万般不舍 也得乖乖把才吃几口的红薯 递到他手上 好吃是好吃 就是吃起来有些不太好看 圆金夏舔了舔嘴 又低下头看了看手 都是黏乎乎的 让人怪不舒服 陆毅吃得慢条丝里 还冒着热气的红薯 被他递到嘴边 轻轻地咬了两口 就还给了圆金夏 一点也没弄脏自己 高三在忙 平安夜也是热闹的 尤其是高中这个年纪 这种节日 可不就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吗 教室里闹闹哄哄 班主任知道 最近压他们压得确实有些狠 那些小动作他选择性忽略 装无作样在教室里走了两圈 嘱咐两句多做文综和数学 便被师母的两声吼叫 回去吃饭去了 杨月坐在圆金夏后边 拿笔戳了戳他的后背 冬天穿得厚 圆金夏又最怕冷 他直戳了好几下 他才感受到他的呼唤 干嘛 他回过头去低声道 晚自习下课 你帮我把这个苹果给路易 杨月拿出一个包装精美的纸盒子 沉甸甸的 不用问 里边肯定是红彤彤的平安果 什么 你也要和我抢路易 圆金夏一把拍掉他的手 杨月万分小心地护着他的盒子 生怕他一使力给拍扁了 你看你急什么 让他带我转交给小夕 说吧 居然红了脸 圆金夏见不得他一个大老爷们 搅柔造作的样 赶紧收下了他的平安果 不和他多废话 一旦扯到上关西 他就停不下来 圆金夏做了几道数学题忽然响起 将手放进挂在凳子上的书包 摸了摸同样包装精美的盒子 才笑笑继续做习题 不对啊大洋 我好歹和你也算青梅竹马 鲜儿有我没有吗 你这也太重色青油 话还没说完呢 半透明的保鲜袋里装着两个硕大的苹果 落到他桌上 开什么玩笑 我还能忘了你吗 两个够不够 杨月笑得甚是得意 下课教室里吵闹 并没有人注意到杨月被暴揍之后的惨叫 一声接着一声 圆金夏有人找 班里几个好事的男生一脸坏笑 坐在门口的几个女生也是满脸写着八卦 小兰 圆金夏倒是有些天数没见过他了 自从分了文理科 他留在了原来的班级 圆金夏转去了文科班 偶尔在路上碰到 也只是笑着打声招呼 不过他倒是偶尔会在QQ上说晚安 今天平安夜 想起你就给你买了 他递过紫色的盒子 圆金夏挠挠头 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年纪 就算圆金夏再怎么木头 他也能察觉点什么 他飞快跑进教室 从保鲜袋里 拿出其中一个长得好看些的苹果 塞进蓝青玄手中 又接过他手中的盒子 嘿嘿 谢谢小蓝 我收下你的 你也收下我的吧 圆金夏坦荡荡笑着 蓝青玄境 一句话也说不出 只能点一点头 微不可闻地说了一句 好 圆金夏蹦蹦跳跳 跑向路易 熟练将书包塞进篮筐 坐到后座上 走吧 路易勾勾唇 带着他走远了 见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又一个盒子 还有一个保鲜袋 嘴里念念有词 这是大洋的 这是春花的 这是小蓝的 这 轻点着平安果的圆金夏 猝不及防 被路易抢了一个去 哎 我还没洗呢 路易飞快地咬了一口紫色盒子里 装着的平安果 倒是给圆金夏惊着了 他平时吃水果 不洗上三遍 他都不会吃的 不甜 不好吃 路易嚼着平安果 没什么好脸色 圆金夏愤愤地瞪了他一眼 将杨月的盒子递给他 路易微微一愣 眼底多出些笑意 这是大洋让你给希儿的 他不是在你隔壁班吗 刚刚回暖的脸色又迅速黑下去 眼底的笑意转瞬即逝 一把夺过他递过来的盒子 朝房间走去 圆金夏一头雾水 也不知道又是哪里惹了这位盐望 无缘无故地弃圆金夏惠寿 惠 他赶紧放下书包 屁颠屁颠跟过去 趁着路易要关门的时候 将一个精美的盒子塞了进去 撕 夹着他的手臂 路易慌忙松开门把手 一把将他拉进来 你干嘛 不怕疼啊 路易凶巴巴的 好看的眉头都皱到一起 兮兮不疼不疼 我穿得多 路易 你看 我给你挑了一下午的盒子 好看吗 他巴巴地凑上去 别开嘴笑着 圆滚滚的包子脸 这下更像个大膜 路易目光软了些 放开他的手腕 接过他的盒子 打开是一个漂亮的平安果 碎碎平安 外国人也讲究这些 元金夏上了高三 喜欢把平安两个字挂在嘴边 平安平安 他希望他平安 元金夏没有收到路易的平安果 他倒没有不开心 路易什么时候过过这种节日 他连春节也是一副淡淡然的样子 平安夜路易收到了元金夏的平安果 圣诞节路易又收到了元金夏的贺卡 和一支钢笔 你确定你不要什么礼物吗 路易被元金夏拖出精品店 他原本是带他来挑礼物的 却被他拒绝了 我不要 他很爽快地说出这句话 路易 这下你欠我的可多了 元金夏心里小小地盘算着 眼角眉梢都是笑意 路易不明所以 拎着他的书包 带他走出了人群 之前操场翻修 耽搁了秋天的运动会 学校经过商量 决定春天补上 初春的天气还是有些凉 元金夏穿的犹如一头熊 反正他参加不了什么项目 如果有吃包子大赛 他倒是可以考虑一下围班级争光 翻新的操场 铺上了软软的 绿油油的草垫子 结束最后一场项目 高三的几个班级难得放松 围成一圈 坐在草地上 不知是谁掀起了红 非要玩扔手卷的幼稚游戏 被扔手卷的人 如果没有抓到扔手卷的人 就要答应他一个要求 元金夏往自己身后一摸 还真是自己被扔了手卷 可他哪里能跑 眼见着颜峰一脸得意的笑容 自然只能答应他知道要求 元金夏 你找个人抱着你做十个深蹲 班级里笑声一片 元金夏过年回家 确实胖了些 这段时间要也没停过 平时大大咧咧的他 突然有些惊慌失措 元金夏 你又忘带杯子了 他一时间 甚至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抬起头 路易就站在他面前 路易将杯子交给 正准备站起解围的杨月 啊 突然的悬空 让元金夏惊呼出声 他慌忙勾住路易的脖子 怕自己掉下来 路易稳稳地抱住他 走到圆圈中间 你 你没课吗 元金夏小心翼翼地问道 今天周日 你搞运动会 搞忘了吧 不知是不是元金夏的错觉 今天的路易格外温柔 一 二 三 四 十 夹杂着起哄声的呼喊 终于喊到了十 元金夏松下一口气 路易面不改色 心不跳地将他抱回原地 才将他放下 路易生得俊 几个唧唧喳喳喳的女生 早就按捺不住 开始旁敲侧击套元金夏的话 他有没有女朋友啊 元金夏看着路易走远了些 义正言辞地点点头 他有 晚霞飞红了元金夏的耳垂 我才不心虚呢 他弱弱想到 逃不过的百日世世大会还是来了 操场上熙熙攘攘 元金夏和所有高三学子一样 高声呼喊着 我踏过书山坎坷 我渡过学海茫茫 我们用青春写下诗行 用热情会就滑张 我们用智慧培育理想 用汗水浇灌希望 今天一切都浓缩为百日的时光 在实现梦想的过程中 高考说来就来了 元金夏坐上学校安排的大巴车 手里拿着小本子 用最后这点时间 复习着琵琶行中那几句 总是记不得的句子 人生第一次 他和路易不在一个考点 出发前 路易替他装好保温杯 元金夏不要紧张 他总是能让他安心的 三年的时光啊 仅仅为了这两天的拼搏 元金夏和上笔盖时 颇有些战士 收刀入鞘的凛然 走出考场时 外头也是人头涌动 妈妈们毫无疑问地 穿着大红色的衣服 等着自己的宝贝走出考场 金夏 金夏 这儿 元妈妈一把抱住 自己的宝贝女儿 轻轻拍着她的背 哎呦 宝贝辛苦了 撇到妈妈变脚的几根白发 元金夏忽然就有些想哭 爸 你怎么在这 你没去接陆毅吗 元爸爸扇着纸扇 怕热着他们娘俩 你陆叔叔去了 陆毅习惯性去寻元爸爸的身影 却是陆婷身着身绿色衬衫 走到了他跟前 察觉陆毅上下打量着自己 陆毅不好意思地笑笑 绿色 他们说一路绿灯的意思 陆毅点点头 接过他手中未打开的矿泉水 走吧 元阿姨让我们去他家吃饭 陆毅听到这话 脚步都快了些 陆毅 我有话要问你 元金夏和陆毅吃过饭 就躲进他小小闺房里 主要是元爸爸和陆爸爸喝了点酒 吵得很 元妈妈在厨房刷着碗 也不管他们俩 陆毅放下他书架上 唯一一本不是言情小说的小妇人 抬起头 你问 你 是不是喜欢我 他问得这样直接 这样 笃定 陆毅连呼吸都忘记 插在口袋里的手心 出了一手的汗 他从来没有哪一刻 像现在这么慌乱 哪怕是后来他求婚 不是你喜欢我吗 陆毅还是陆毅 很快就镇定下来 可他看见元金夏角结一笑 你要是不喜欢我 高二那个暑假 你为什么要亲我 原来他知道 陆毅败下阵来 这次他书得彻彻底底 不喜欢我呀 那算了 反正我也成年了 可以谈恋爱了 明天还有人约我出去玩呢 元金夏漫不经心的态度 让陆毅看了 很是不舒服 谁 几乎是脱口而出 小蓝啊 元金夏整理好书架 也不去看他 静止朝门外走 他听到某人 愈发沉重的呼吸声 露出狐狸一般的笑容 手才碰到门把手 却被某人一把抓住 顺手反锁 掰过他的肩膀 将他抵在门上 不给他思索的机会 准确无误堵上他的唇 是 我喜欢你 唇齿相依间 他挤出这句话 元金夏闭眼前 看见他烧红的耳垂 初吻总是磕磕绊绊 饶食各个方面都聪慧的陆毅 也只会啃着人家嘴唇 一点动作都不敢有 果真是肉碰肉 我真怀念那个时候的你 元金夏喘着粗气 推开陆毅胸膛 为什么 陆毅拨开他的手 继续作乱 虽然不熟练 起码不是个禽兽 关于他们 对于朋友 元金夏从来都不会亏欠什么 必须做到礼尚往来 蓝清玄的平安夜快乐 还没说出口 上关西打开盒子 心里默念 千万别失聪 蓝清玄看见路易抱着他 他缩回了脚步 元金夏喜欢把平安两个字挂在嘴边 最简单的念想 对他来说 却最难得 元金夏从来都不卑微 他了解陆毅 所以他什么都不说 元金夏喜欢陆毅 全世界都知道 陆毅喜欢元金夏 只有他们彼此知道 喜欢就在一起 莫辜负了这相遇 你是我的小鸭小苹果 包间里 元金夏听着同班男同学 驴叫般的歌声 应付地笑着 突然想起 陆毅他们班 似乎也定的这一层的包间 拿起手机向外走去 陆毅被同班男同学灌着啤酒 一杯又一杯 元金夏透过模糊的玻璃 眼瞧着几个女生唱着唱着 就往他那边挪 元金夏做事慢 除了和陆毅有关的事 陆毅 他抬起头 昏暗的灯光 让人看不清他眼底深色 他这声吼倒是吓到了那几个 唧唧喳喳喳搭讪陆毅的女孩 起声质问道 你谁啊 闹哄哄的包间安静下来 陆毅推开男同学递过来的啤酒 站起身来 轻轻搂住一脸运色的元金夏 这我女朋友 强不过三秒的某人 在各方注视下 瞬间红了脸 他并没想到陆毅这么直接 修达达跑出去 真是 难得的小女孩做派 陆毅勾唇笑笑 班级同学一片哗然 陆毅 居然会交女朋友 怎么了 生气了 陆毅在楼梯间找到她 她往脸上扇着风 试图冷却自己红扑扑的脸蛋 没啊 我没生气 不就是多喝了几杯酒 和别的女生多说了几句话吗 说着不生气 这嘴却快要撇到天花板上去 陆毅静静地看着她气鼓鼓的模样 并不作声 只轻轻拥住她 把脑袋埋在她的颈窝 她呼出的热气 一阵一阵撒在她脖梗上 才冷却下去的红脸蛋 瞬间又泛起红色 你干嘛 元金夏轻轻去推她 别动 让我抱会儿 元金夏就这么僵僵地 被她抱在怀里 抬起手 拍了拍她后背 你在干嘛 陆毅察觉她轻轻地拍打 但并不阻止 我在安慰你啊 元金夏松开她 笑意盈盈地瞧着她 陆毅从来都是情不外露 再不舍 也不会表现在脸面上 别人都当她冷淡 班里同学也时常打趣她 陆毅 我们都怀疑你是机器人 没见你哭过 也没见你笑过 只有元金夏 只有她 不用陆毅说什么 她全都知道 陆毅的气息突然压下来 元金夏也主动迎上去 她以为是拥抱 楼梯间暗暗的 她没戴眼镜 陆毅先只触到了元金夏嘴角 轻轻舔势 用舌尖勾勒出她小小唇形 元金夏触电斑 从头麻到脚 瞪大了眼睛 这才几天 她这进步 未免推快了些 血液一股脑向上涌 冲昏了她的头脑 便胡思乱想起来 推开陆毅 气呼呼质问 你 你怎么突然这么 这么会吻了 陆毅不禁失笑 那个吻字 被她说得含含糊糊 因为我聪明 陆毅不和她多废话 趁她生出更多不像样的想法来之前 直接将她还未说出口的话 与她的呼吸一并夺了去 按住她毛茸茸的后脑勺 稍稍用力 原来之前是亲亲 这才是吻 元金夏模模糊糊响 高考后的暑假 元金夏几乎就泡在陆毅家了 陆毅看她一脸花吃样 心中生出些不满 好看吗 陆毅坐在沙发上 看着趴在床上 宛如一只放松的猪 捧着手机 对着屏幕痴痴笑着的元金夏 好看 之前没时间看 都敏俊真帅啊 元金夏沉迷于都教授的盛世美言 无法自拔 对某人愈发宁蒙的语气 充耳不闻 察觉身边床垫嵌陷了一块 元金夏渐渐回过神来 陆毅挪过身子 慢慢靠近着 元金夏滴溜滴溜转着眼珠 心里一团乱麻 我一个妙龄少女 就这样小小的诱惑都静不住 怎么对得起母亲的滔滔教会 怎么对得起祖国的培养 可是 陆毅尝得这么好看 我好像也不吃亏 不管了 心意横眼一闭 嘟起嘴巴迎接狂风暴雨 温热的指腹 触上他嘟起的嘴巴 一把捏住 嘟嘟的嘴巴瞬间变变 成了一只肥鸭 你想什么呢 阿姨喊吃饭了 陆毅松开手 顺便在他衬衫上抹了抹 起身下床走出了房门 元金夏后来想了想 他和陆毅很是奇妙 他人生的前18年都是费尽心思 想着和陆毅近一点 再近一点 奇妙之处就在于 他越是想靠近 陆毅就离他越远 这是元金夏这个学期 第七次来到陆毅的校区 等车的时候 他看着年事已久的路牌 发了好一会呆 一如既往的 元金夏进酒店的第一件事 洗头 陆毅安安静静坐在床上 手里还捧着书本 元金夏见怪不怪 陆毅学医 选的新内科 临近期末 要记的东西总是很多 他总是很忙 元金夏也从来没抱怨过什么 陆毅觉得他有心事 问他他却只是摇摇头 说坐车太累 心情不好而已 陆毅不去深想 毕竟 他们两个大学所在的城市 确实离得远 金夏 怎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你的男朋友啊 为什么总是你去找他呢 每次出门前 室友的声音 总是在耳边挥之不去 元金夏也只是笑着摇摇头 他学医 很忙 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解释 一次又一次的安慰着自己 又是一如既往的 被室友嘲笑的一天 元金夏 你还真是不是单身 胜似单身 元金夏并不恼 怀里揣着从超市买的零食 自顾自地走着 元金夏 他回过头 陆毅最见不得他这样小心翼翼的模样 眼底藏着不确定和惊讶 这是你男朋友 室友碰了碰他胳膊 是 他是我男朋友 元金夏顾不上什么零食 全部塞到室友怀里 小跑着朝陆毅奔过去 陆毅被他撞得往后退了退 却还是稳稳当当地接住了他 隐得路人侧目 陆毅比高中放开了些 紧紧搂住元金夏 元金夏 你别乱动 陆毅固定住他胡乱踢的腿 让他好好睡觉 陆毅 你睡了吗 元金夏戳着陆毅的眼睫毛 一下接着一下 陆毅一把抓住他的手 你今天怎么了 元金夏抿抿嘴 凑到他跟前 陆毅 我要和你睡觉 元金夏不再说话 房间里只剩下陆毅越来越重的呼吸声 身上猛得多了一份重量 陆毅含住元金夏的嘴唇 不给他一点喘息的机会 快要呼吸不过来的时候 陆毅松开元金夏 翻身下床走进浴室 金夏 我们再等等 从元金夏学校回来的时候 陆毅站在路边等车 望着年事已久的路牌发着呆 这条路一直在翻修 都快一年多了 也没见修好 混凝土夹杂着各种灰尘 给陆毅的头发 蒙了厚厚一层灰尘 他终于知道 为什么每一次他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洗头 元金夏认为自己是个醋缸子 连陆毅多看了别人一眼 都要气好久 好在陆毅常冷着一张脸 吓走了不少对他有心思的人 可是 这个女人和那些女孩不一样 他淡定自若地站在陆毅面前 和他谈笑风生 大放得体 气定神闲 哪里像自己 一和陆毅讲起话来 便滔滔不绝 手舞足蹈 他低下头 挽着陆毅的手不着痕迹地松开 元金夏从窗户跌下来时 那个疼 简直刺骨 他感觉自己的腿怕是断了 眼泪哗啦啦涌出 第一反应掏出手机给陆毅打电话 又看了看时间 估摸着他应该还在实验室 没敢打扰他 手机屏幕却悠得亮起 不是陆毅 是上关西 室友赶到的时候 元金夏坐在地上动弹不得 一个劲地躺着眼泪 对于元金夏突然提出的分手 陆毅有些手足无措 元金夏脚上缠着厚厚的石膏和纱布 撑坐在病床边 语气平静的都不像是他 我要的 不是一个活在电话和视频里的男朋友 我要的 是一个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能及时出现在我身边的男朋友 陆毅 我真的太累了 元金夏几乎要将牙齿咬碎 才完整地将这句话吐露出来 金夏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陆毅难得慌乱 语气是自己想象不到的卑微 陆毅 我太累了 这样的感情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分手吧 上关西对于他们这样幼稚的行为 感到十分无奈 但他必须承认 他们都在为了对方 做着最大的让步和努力 关于他们 陆毅其实很少喝酒 但是 和元金夏在一起之后 他心情好 也就随着那些男同学去 陆毅觉得元金夏磨人得很 无时不刻都在勾引他 可他偏偏自己察觉不到 和陆毅说话的 是陆毅的导师 陆毅为了去见元金夏 推掉了导师的课程和会议 所以陆毅格外客气 上关西和陆毅一个学校 他选的脑外科 陆毅从小就觉得 只有自己变得更加完美 才能留住自己想要留住的人 可他为了元金夏 放弃了太多太多 可元金夏 什么都知道 喂 金夏 你知道陆毅 为什么拒绝导师的推荐吗 别人求都求不来的交换名额 他说不去就不去了 元金夏诧异 陆毅根本就没和他提起过这件事 或者说 他压根就不想让元金夏知道 可是 我和他在一起 并不是为了将他绑在身边 如果是这样 我就更加没有资格站在他身旁了 我说的让你等等我 是想让你慢一点 不是让你为了我停滞不前 甚至后退 少年回头望 笑我还不快跟上 陆毅也不是没想过 他和元金夏 在见面时的场景和心境 可能是寒暄 可能是漠然 也有可能是争吵 但是 没有哪一种 会比这种重逢来的惨烈 救护车门打开的那刻 陆毅感觉自己的心脏都漏了一排 他就躺在那里 安静地像个孩子 跪在一栋床上 按压着他的胸口 一下 又一下 再一下 他突然觉得 到急诊室的路好长好长 像望不到尽头 元金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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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遍一遍喊着他的名字 一如过去的那25年 他每一次呼唤他的名字 轻柔却坚定 心电图显示 从直线变成波动着的曲线时 陆毅拿着除颤仪的手 微微颤抖 靠着墙 连站住的力气都没有了 元金夏醒来时 元妈妈哭红了眼 元爸爸一夜之间老了许多 上官西 轻拍着自家一向要强的母亲 轻声安慰着 留给元金夏感性的时间 并不太多 陆毅推门进来的时候 心脏骤停的感觉又回来了 元金夏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三年来只活在同学口中的陆毅 现在就站在他面前 他换了副眼镜 又或许这三年来他换了很多副 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刘海不再遮住好看的眉眼 他还是变成了和元金夏想象中不一样的大人模样 白色大挂金钱挂着胸排心内科副主任陆毅 依儿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元妈妈已经顾不上伤心 一把拉住陆毅的手 陆毅温和地反握住元妈妈的手 又极尽温柔地笑笑阿姨 我的事待会再说 我先帮金夏做检查 上官西快速反应过来 拉着元爸元妈的手走出了病房叔叔阿姨 检查要紧 咱们待会再聊哈 金夏 他这样叫他 陆毅并不看他 回过头从护士手中接过报告单 你先出去吧 我和患者聊两句 患者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 元金夏微微低下头 一闪而过的失落被某人收进眼底 病房门被轻轻戴上 陆毅不慌不忙走到病床跟前 拉开椅子 又从胸前口袋抽出钢笔 在报告单上画着什么 整个房间只听见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 陆毅 元金夏决定打破这份沉默 我随便问几个问题 你不用紧张 正常流程而已 陆毅并不给他机会 自顾自地履行起医生的职责 哦 好 原来只是我一个人尴尬而已 姓名 元金夏 性别 你 民族 汉族 婚姻状况 未婚 感情生活 没有 某人比肩微顿 元金夏猛抬起头 狐疑地看向陆毅 又挠挠头 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感情生活也要问了 怎么 有意见 陆毅终于抬起头来看她 眼底尽是清冷 元金夏突然就看到了四年级的陆毅 刚失去妈妈的时候 她也是这样 浑身是刺 没 没有 元金夏顺着陆毅 可能是天生的 没法改 将报告单放在一边 站起身来躺下 元金夏乖乖躺下 陆毅大手解开她并耗福的钮扣 元金夏猛地握住她的手 有些慌张 这大白天的 干嘛呀这是 你做新电图 隔着衣服做的吗 陆毅皱起眉头 扶开她制止的手 继续解着钮扣 哦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元金夏闭着眼 解开自己的扣子 颇有些视死如归的气势 又没什么可看的 你这么害羞干什么 陆毅轻描淡写一句话 差点没让元金夏炸毛 不过 借元金夏十个胆 她也不敢 在陆毅面前炸毛的 陆毅安放胸前倒连时 温热的手 时不时拂过元金夏裸露的肌肤 躺着的某人咬紧牙关 脸比那年冬天的平安果还要红 早知道我的主治医生是他 我死也会滚远点死的 上官西进来的时候 元金夏紧张兮兮地扣着扭扣 陆毅则一脸淡然 这场面 噩 是有些奇怪 引人遐想 陆毅朝上官西微微点头 拿起报告单走出了病房 金夏 金夏 你发什么呆 他和你说什么没 上官西戳了戳元金夏脑门 他将目光从紧闭的病房门收回 微微回过神来 他什么都没说 元金夏努努嘴 什么都没说吗 不对啊 他明明知道的 上官西眉头一皱 觉得事情并不简单 哦 他说我没凶 元金夏十分在意这个事 那倒是实话 上官西不和他打趣 让他躺下好好休息 遂及匆匆走出病房 陆毅因为回国快两个月 都没和元爸元妈说 挨了足足一个小时的批评 元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 你这死孩子 三年一次都没回来过 回来也不和我们说 一个人住医院宿舍 你 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呢 陆毅忙掏出纸巾 替他擦着眼泪 一声不吭 一脸愧疚的低顺着眉眼 可怜巴巴的 元妈妈又有些舍不得 我和你叔叔先回去 给你和金夏熬点汤 看你瘦的 国外吃的都是些什么呀 叔叔 我送你们回去 陆毅转身就要回去拿车钥匙 元爸爸拍拍他的肩膀 没事 知道你忙 刚还有护士到处找你呢 说吧 牵着元妈妈的手 消失在医院漫长的走廊拐角 折服已久的上官西 拦住他的去路 将他拉到阳台 双手还胸 眼神里全是质疑 有事吗 上官医生 还是那副死样子 上官西真想一巴掌 给元金夏呼吸 怎么就看上了这么的眼望 陆毅 你怎么回事 我记得你出国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金夏和你分手的真正理由了 你怎么还一副 事不关己的模样 难不成 你真放下了 陆毅眼瞳微动 随后又举起腕表 抬到上官西眼前上班时间 不说这些 上官西白眼已经飞上了天 这种男人 倒贴我也不要 也就元金夏眼瞎 杨月偷偷摸摸 从后边拍了拍他肩膀 给他吓个半死 你吓死我了 你干嘛来了 给你送点心 怕你饿了 杨月举起宝温筒 憨憨地笑着 又看了看路易离去的背影 小夕 那人谁呀 好熟悉 上官西摇摇头 拉着杨月走进办公室 开启了些许暴躁的吐槽 路易盯着桌上元金夏的报告单 发了好一会的呆 放下 怎么放得下 他不过是气 气他不够相信他 不相信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深思熟虑过的 气他用这么蠢的方式来爱自己 气他把分手说得那么决绝 气他低估了他对他的感情 整整三年 一通电话都没有 唯一一张他的照片 都快被路易抚摸得没了颜色 和蓝清旋打招呼的时候 路易依然是云淡风轻的样子 简单做了个检查 便走出了房门 一句话都没多说 元金夏垂下眼帘 轻轻叹了口气 你还期待着什么呢 你们已经分开三年了 路易站在门口 看着蓝清旋 替他噎好被子一脚 满脸都是温柔和体贴 上官西不知何时来到路易身边 你继续闹小孩子脾气 今夏马上就不是你的了 说爸一蹦一跳 走回了自己的科室 路易握着钢笔的手紧了紧 元金夏 最管不住的就是一张嘴 在医院住了快半个月 没吃油炸食品的他 跟要死一样 求着上官西 给他带了份炸鸡 顾不上什么形象问题 直接开垦 你先吃着 我帮你忘风 上官西走到门口待着 路易那却脾气 要是知道元金夏吃了这些垃圾食品 那还不得撕了他俩 反正元金夏总算是知道了什么叫 恋爱中的女人最不靠谱 这个上官西竟然 一个电话就被杨岳叫走了 完全没想起来 有个可怜巴巴偷吃东西的元金夏 路易把衣柜打开的时候 他正抱着炸鸡盒子小心翼翼地瞧着他 大眼睛眨了又眨 下来 路易张开双臂撑在柜子外延 就怕他一个不小心摔个狗吃屎 衣柜有两层 底下一层塞满了元妈妈从家里带来的盆盆罐罐 元金夏怕路易怕得紧 心一横 踩着椅子爬进了第二层 还不忘带上罪证 早知道该把椅子也塞进来的 这样路易肯定就发现不了他了 元金夏放下炸鸡 油乎乎的手在病号符上擦了又擦 伸出腿旋在外边里让一下 挡着我的椅子了 元金夏觉得路易哪里不一样了 表面还是那样凶巴巴的 但是眼神好像有点不一样了 正仔细打亮着他眼睛的时候 陆易一把拽过他的小腿 往下一拉 元金夏吓得不轻 以为陆易要害死他了 这算不算情杀 稳稳当当落进他怀里 元金夏更加惊吓了 双手高高举起 离陆易远远的 就这样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 躺在陆易怀里 你在干嘛 陆易不解 我 手游啊 元金夏舔了舔嘴巴 想着把脏屑舔干净了 好让陆易看着没那么别扭 他这人 一点点脏东西都容不得的 猝不及防的亲吻 让元金夏的大脑停止了思考 他似乎有些着急 还有些生气 嗯 陆易 你干嘛 元金夏不敢用油乎乎的手去推他 只能偏过头躲开他 陆易将他放下 站稳了吗 元金夏猛猛地点点头 站稳了 陆易将他抵到柜子上 按住他毛茸茸的脑袋 紧紧贴住他的唇 不管他如何挣扎 就是不愿意放过他 重重咬了他的下唇 趁他张口缝隙 灵活舌尖溜进去一阵扫荡 上官西和杨月手牵手进来时 心中估计就一个想法 我俩应该在车底 不应该在这里 余光撇到二人的存在 元金夏顿时慌张 迷迷糊糊的意识 逐渐回来了些 顾不了那么多 伸手就去推他 可面前这人跟牛皮糖似的 粘在自己嘴巴上 甩都甩不开 陆易朝上官西二人挥了挥手 嘴下并不放过元金夏 示意他们出去 上官西满意地点点头 阎王开起窍来 果真不同反响 元金夏看着镜子里 自己高高肿起的嘴唇 简直比吃龙虾过敏肿的还要高 陆易 你 你怎么能亲那么久呢 元金夏现在是想发脾气又不敢 只能弱弱地为自己维权 不就四十分钟吗 一个小时都没呢 这欠揍的语气 他这是还嫌不够 对于稀里糊涂的和好 元金夏能接受 能 为什么不和我说实话 陆易坐在他对面 紧紧盯着他 我怕我说了实话 你就真的走不了了 元金夏撇嘴说道 而且你不也没和我说出国的事吗 还是希儿告诉我的 元金夏对这件事还是耿耿于怀 可我认真考虑过了 出不出国对我来说并没有多大影响 陆易握住他的手 语气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僵硬 那你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吗 你都不知道 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心里有多内疚 总觉得是我拖了你的后腿 元金夏低下头不去看他 就是怕你内疚 才不敢和你说的 陆易歪着头去看他 元金夏却扑斥一声笑出来 陆易 你看我俩多傻 是啊 真是够傻的 在对方看不到的地方付出 都是无用功 满腔的爱意 如果不表达出来 烂在肚子里 又有什么用呢 元爸元妈愣在原地 互相看了看对方 大眼瞪小眼 毫无头绪 易儿 你说什么 元妈妈必须确认一下 自己听到的不是幻觉 爱姨 我说 请你和元叔叔 把金夏交给我 一字一句 温柔坚定 元金夏握着陆易的手 都有些出汗 看着自家父母不对劲的脸色 心里七上八下的 爱 养了二十多年的宝贝女儿 就算陆易再怎么优秀 他们也是舍不得的吧 元金夏顿时有些想哭 想上前去抱抱他们 易儿 你想清楚了 可不能让他耽误了你 元家父母紧紧握着陆易的手 一脸怜惜 外人见了 肯定以为陆易才是他们的女儿 元金夏似乎在这场愉快的谈话中 没有起到多少作用 落寞地回到房间 也并没有人发现 婚事确定得过于顺利 让元金夏心里十分不平衡 他们就一点都不舍不得吗 元金夏挽着陆易的胳膊 一脸不情愿 陆易笑笑不说话 他们怎么可能舍得呀 易儿 我们家下 身体不好 吃饭睡觉也没个规律的 我和他爸不知道操了多少心 你们要是结了婚 我和他爸要求也不高 就是别离得太远 这一天看不见他 我和他爸心里慌得很 易儿啊 要是他哪里做得不好 你也别怪他 从小养得惯了些 要是哪天你不喜欢他了 你就把他送回来 别伤他 这些话 他们又哪里舍得 让元金夏听见 为了他 也是滴到了尘埃里 事情来得突然 陆易也是猝不及防 匆忙收拾了行李 和陆婷登上了去湖北的飞机 元金夏站在登机口 抓住他的手 死活不肯放 陆易能不能不去 今夏我是医生啊 陆易知道他不是不明事理的人 不然他连家门都踏不出的 等我回来 我们就结婚 好不好 陆易哄着他 医疗队的人在催 陆易转身走进了登机口 头都不敢回 陆易不能回头啊 这一回头你就走不了了 元金夏磨磨眼泪 察觉掌心冰冰凉凉凉 一枚小巧的戒指放在手上 杨月找到元金夏 一个大男人红了眼眶金夏 我和小夕吵架了 偏偏这个时候怀上了 我连湖北都去不了 上官夕懊恼得很 又不能拿未出事的孩子撒气 一肚子歪活就只能撒到杨月身上 杨月怕他看见自己情绪不好 准备在外边的酒店凑合两天 金夏 这几天你帮忙照顾着他 你肯定比我细致 作为医生 谁能比上官夕更细致呢 只是对心头上的人 多一层多余的保障 杨月也是安心的 一晃而过半个月 视频通话的时候 陆易一次比一次憔悴 一次比一次消瘦 白皙的脸上 被口罩和护目镜 勒出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可他总是笑着的 金夏 我没事 下个月我就回去了 等我回去 我们直接去领证好不好 袁金夏忍住眼泪 狠狠点点头 他看见原本冷冰冰的少年 也会给年岁带了的 陆婷暗暗肩膀锤锤腿 眼中早已没了当年的芥蒂 陆婷笑着和袁金夏打招呼 脸上的皱纹 因为笑容更加深了 夏 别担心 我好好护着他呢 陆易锤背的手微微一顿 别担心 一切有爸爸呢 他好像真的就安心下来了 袁金夏再一次迷失在人海中 一遍一遍呼唤着陆易的名字 却得不到回应 从梦中惊醒 大口大口喘着气 眼泪大瘤大瘤大瘤往下落着 上官西悠悠转型 怎么了 又梦到他了 袁金夏点点头 擦了擦眼泪梦到我走丢了 找不到他了 上官西紧紧拥住他 轻声安慰道 没事了没事了 都过去了 下个月就要领证了 开心点 袁金夏躺下 浅浅地睡过去 上官西拥着他 又抱紧了些 他知道 他从小就知道 陆易置于袁金夏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生命 陆易解除隔离回到家的时候 袁爸袁妈备了一桌子菜 为陆家父子接风洗尘 陆易一进门 他们一家人围上来 围着他打了好几个转 估计少了一根汗毛 他们都能瞧出来 哎呦 又瘦了又瘦了 袁妈妈抹了抹眼泪 陆易出去的近两个月 他没睡过一个好觉 隔几天就要跑一趟庙里 吃过饭 陆爸爸和袁爸爸 又是醉得不省人士 他俩也就这点爱好 袁金夏跟着陆易 来到他的房间 轻轻拥住坐在床边的他 又轻轻拍打着他的背 扶在他肩膀上的陆易 抽气起来 陆易 发生什么了 金夏 金夏 这两个月 我失去了太多的患者 我看着他们 一天比一天衰弱 我无能为力 我什么都做不了 他第一次在别人面前 哭得不成样子 陆易 你尽力了 你尽力了 袁金夏紧紧抱着他 眼泪也不争气地躺下来 陆易和袁金夏的婚礼 在春暖花开的日子 形势特殊 宴席并没有邀请太多人 这也合了陆易的意 他本来也就不喜欢吵闹 只是他担心 金夏心里不舒服 你别担心我 我很好 只要你在 哪怕没有人祝福 我也愿意 陆易 陆先生 袁金夏 袁小姐 无论富贵贫穷 无论健康疾病 无论人生的顺境逆境 在对方最需要你的时候 你们能不离不弃 直到死亡 将你们分开吗 我愿意 我也愿意 不 哪怕是死亡 也不能将我们分离 关于他们 陆易一遍一遍 喊他的名字的时候 他听见了 所以他选择睁开眼睛 陆易在国外的三年 就连呼吸的时间 都用来想他 两个人三年都不敢打电话 一个是怕自己忍不住会回来 一个是怕忍不住会去找他 陆易生用的钢笔 是高三那年袁金夏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每次陆易打电话给原爸原妈时 袁金夏总是卯足了近听两句 听到他说过的好时 心里会安心很多 陆易知道袁金夏会在一旁偷听 所以他每次和原爸原妈通话末了 都会很大声说一句 他在那边过得很好 袁金夏是因为着急赶翻译工作 熬夜通宵了好几个晚上才引起的心脏骤停 他从小就是慢性子 长大后反而性子急 陆易做什么事都急 不愿意浪费时间 驻足在一些无意义的事上 可结婚之后 他愿意为了袁金夏慢下脚步 所以陆易还是回过头来了 慢下脚步等他 好让他赶快跟上 陆易收到妈妈的贺礼的时候 他拥抱了陆亭 婚礼上用的花朵 是陆易最喜欢的乐计 陆易和袁金夏买的公寓就在袁家楼上 蓝清玄从此多了一个需要用一辈子去忘记的人 陆易收到谢霄和淳于敏的请柬的时候 第一时间跟袁金夏分享了这个惊天消息 两个人足足讨论了一个晚上 袁金夏之于陆易是什么样的存在 得知我信不得我命